说起德国坦克,不要说是咱们这帮吃瓜军迷了,即便是曾经身为对手的盟军成编国,也是对他们的坦克装甲车技术赞赏有加。 当年的欧洲战场,德军五爆横行,若不是因为其太过精良,以至于产量和后勤非常吃力,那么也难以想象当年的战争会是什么结果。 时间来到现代,德国的坦克技术依旧能够在世界上坐拥最响亮的名气,而给它带来这一名气的就是延续自二战暴式坦克的暴一暴二坦克。 现代的暴式坦克始自上世纪五支年代晚期,当时铁木已经降临,德国又处在东西方阵营对峙的最前沿,因此联邦德国陆军急需一种能够对抗苏联钢铁洪流的新型主战坦克,这就是暴式坦克重生的背景。 时至今日,这一庞大的家族已经发展到了暴二A7,作为家族中最年轻的成员,A7几乎是将A6身上所有能改进的地方全都进行了升级,战斗权重也达到了惊人的67吨,与美军的M1A2S1P主战坦克相当。 其火炮使用的依旧是德国莱茵公司55倍径120毫米RH120L55滑糖炮,除此之外,它还装备了FLW200遥控武器战, 车体正面、侧部和炮塔也安装附加被动装甲,腹部装甲也作为标准配置,以进一步提高生存力。 所有成员都配装增强热相仪,提高360度态势感知能力。 底盘右后部安装辅助动力组件,使得车辆主要子系统能够在主发动机停止运转时工作。 与A6相比,A7对于战场适应能力有了进一步增强。 至此,德意志坦克的传奇将继续延续下去。